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不晓得你有听说过达文西机器人吗 长庚医院每年进行的外科手术 总件数高达将近20万件 而长庚医院未来要提升手术的品质 不仅引进达文西机器人执行精确的手术 同时更胜利了机器人的手术训练中心 希望要为台湾的医疗成就再添美式 您有听说过达文西机器人吗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 医疗技术也快速发展 而林口长庚医院为了提升手术品质 不仅引进达文西机器人 同时更在11月5号宣布 长庚机器人手术训练中心正式启用 达文西其实就是一个 更先进的一个腹腔镜手术 就是一个腹腔镜内视镜的一个手术 那这样的手术 它有很多的一个优点存在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会有很完整的 包括每一个科别的一个细节 做很详尽的一个人员的一个训练介绍 那这样的课程可能会安排在三天里面 从基础的一个课室的课程 然后到我们的一个机器的一个上手 以及到最后我们可能去做动物实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密集的一个训练之后 所有的人员回到他的国家 他的一个机构里面 他就对达文西手术就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了解 长庚医院每年进行的外科手术 总监数高达将近20万件 而目前长庚医院共有7台的达文西机器人 有鉴于学习人员众多 因此长庚医院透过设立训练中心 不仅要让国内的医疗人员 不用出国就可以学习设备操作 同时也希望能为台湾医疗成就在天美市 台湾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心 所以我们需要把人员送到国外去 长庚医院在2006年 引进达文西手术的时候 我们曾经派了20位人员 到美国的一个达文西的总部 去接受这样的训练 看过那样的训练之后 我们就觉得长庚未来 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心 尤其现在长庚已经引进了 7套的一个达文西系统 我们有更多的人员 更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机会 那我们同时引进了 这一个训练中心之后 也用来帮助全台湾的一个 新的一个达文西中心 做人员的训练 20世纪是微疮手术的时代 但到了21世纪 则是进入了机器人手术时代 医师透过微疮方式 不仅利用机器手臂进入人体 执行精确的手术 同时病人也可以保留 生理结构及功能 借此让病患能更早恢复正常的生活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在带你来看每个社区当中 总会有一群热心的志工 付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为社区发展来努力 卢竹区井心里里长就透过引进 蝶谷巴特包的手作课程 让志工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包包 借此感谢社区志工一整年的辛劳 走进卢竹区的井心里 社区志工仔细的丈量花布尺寸 并小心翼翼的用剪刀将花布 裁剪成相对应的形状 最后再将花布碾上麻布袋 独一无二的蝶谷巴特包真实完工 而制作蝶谷巴特包的过程 也让志工指乎很有趣 这个可以放笔记型电脑 很理想的 然后给我们这些志工 里长说我们这些志工 平常都很辛苦 所以他就说 让大家有一个很时尚的 像LV包包一样 将每个都拿一个 然后花色又同不同 然后又给自己做的 觉得还蛮好玩的 这个是我自己亲手缝的 这可能就是妈妈一样 就是说 这是不管怎么样 儿子女儿生出来 就是我自己 亲生的 这个就是我们意思一样 好的东西 我不管好坏 这就是我的成果 随着12月的到来 卢族区景心里的里长 为了要感谢社区志工 一整年的付出与辛劳 因此由别以往 邀请老师来教导 社区志工手作自己的包包 与此同时 社区志工在手作的过程中 也强化李明之间的感情连结 这一次我们景心里 办理蝶谷巴特包的 制作原因是因为 提却我们的一些志工 在这一年来的辛苦付出 景心里的志工 包括水巡 环保以及巡守队等等 志工有将近160位 那体却他们 在平日的付出 所以我们就借由 办这个蝶谷巴特包 来回馈这些志工 那蝶谷巴特包的 其实是利用我们的 剪裁部分 结合艺术 然后做出自己 心中想要的包包 自己做的包包 绝对是比名牌包来得好 那这些志工做得 非常的高兴 每个社区当中 总会有一群热心志工 付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并共同为社区发展来努力 而陆租区警心里里长 透过手作蝶谷巴特包的 教学课程 期望要让里内的志工彼此联系 并且继续为社区营造来打拼 记者文中军团报道 再带你来看 脑性麻痹基金会 为了让脑麻儿 在运动场上可以追风 因此特别举办 辅聚休闲运动会 期望要让他们感受到 运动的乐趣 来 开始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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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 凯利 加油 队拳 加油 绍英响起 伴随着一旁热情的加油声 选手快速的向前冲刺 并抵达终点 不过仔细一看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比赛 而是脑性麻痹基金会 为了让脑麻儿 在运动场上追风 所特别举办的桃园市 第二届辅具休闲运动会 当初会想要办这样的活动 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肢体障碍的孩子 尤其是脑麻的孩子 在学校的运动会 常常会被当做客人 那他们没有一个 专属自己的运动 那可是呢 就是我们在发觉了 有很多新型的辅具 尤其是休闲辅具 那这些辅具呢 可以为孩子们 让他们在那个运动场上呢 去享受追风的感觉 享受奔跑的感觉 所以因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起心动念 所以呢让我们就 想说要办这样的一个运动会 那这样的运动会 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 其实全台湾 大概是我们桃园 第一个开始发起的 就是辅具休闲运动会 一位一位脑麻儿选手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 绑上辅具并准备起跑 这次脑性麻痹基金会 所举办的辅具休闲运动会 不仅让各年凌晨的脑麻儿 一起同场较劲 同时他们也在比赛中 感受到运动的乐趣 我们在学校体育课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 吃一台边缘坐着 然后看着同学 看着同学跑步比赛 然后去上体育课 所以今天透过这个 辅具运动会让脑性麻痹者 他可以感受到 他可以感受到 在运动场跑步的感觉 今天这风的感觉就是 蛮开心的 让各个伸张者能够 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力 去呈现他们自己的梦想 脑性麻痹基金会 透过在11月5号 于桃园特殊教育学校 举办辅具休闲运动会 并规划竞技运动与区位竞赛 不仅让桃园市内的脑麻儿 玩得不亦乐乎 同时现场还有展示多项的辅具 期望要共同推动脑麻儿的运动发展 记者文族军团报道 桃园从2014年改制为直辖市 至今不仅人口数稳定的成长 各项重大的建设也持续推动 因此桃园市政六周年特展 透过AR科技 让民众从游戏中认识桃园的发展 拿起手机并对准展板上的格式图案 活泼又有趣的AR互动 便从展板跳了出来 让民众玩得不亦乐乎 而这里是桃园市政六周年特展 桃园市政府透过将展览 结合AR与手翻牌等互动 也让民众直呼很好玩 桃园从2014年12月25号改制为直辖市至今 人口数突破226万人 不仅人口数稳定成长 各项基础建设 产业发展 社会福利 教育文化 环保卫生等重大市政也持续推动 因此市政特展也特别分为六大主题 希望要让民众更加认识桃园的发展 这次市政六周年展总共分六个大项 第一个是我们这一家 然后照你一辈子 近期的天际线不只是盖的 鱼鸟回来了 还有城市游乐园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六项的主题 然后帮大家把市政建设做一点分类 那在这个分类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展区的展板 都可以了解说 在这六项分类里面 我们总共有做了哪些事情 因为过去大家也觉得说 市政展览可能都很生硬 那我们也加入了一些AR跟好玩的元素 让大家来逛展的时候呢 可以觉得更轻松更有趣 桃园市政六周年特展 从即日起在桃园区公民会馆盛大开展 而民众只要来参展并闯关成功 不仅有精美好礼可以拿 同时也能够更加认识桃园转大人的过程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在12月27号前踊跃前往参观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再来是市议员质询的消息 针对桃园区国际路延伸到南平路 已经争取许久了 市议员陈美美呼吁市政府要加快脚步 另外市区塞车的状况很严重 市议员詹江春就提出了 要改变左转车道来求解答 而观音区连接青浦的道路 拓宽分段施工管不济及 市议员吴宗信就呼吁市府要整体规划 桃园区人口持续攀升 在地交通流量的负荷 与年轻学子的就学需求 都是市府在规划建设时的挑战 美美长期以来 也一直关心地方上的道路的打通 尤其是国际路二段延伸到南平路的部分 相信很多庸路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在路上顺顺的开 有时候切到内侧车道想超车 结果遇到红灯才发现自己走到左转车道 但它并不是要左转 它其实是要执行 错入了左转车道 那执行车道如果误入的时候 在它后面误入想要切进来 这里是双白线 一切进来以后就会违规了 中立青浦地区的发展飞快 交通往来流量大增 为此市府特别进行连接青浦 与观音地区的月桃路拓宽工程 不过市议员吴宗宪认为 采取分段施工的做法 造成更多瓶颈路段 提到公共建设 不能不提到的 就是人气颇旺的国民运动中心 鼓励民众投入运动的利益 与成效都很不错 但是市府特别设置的市民运动日 知道的人却很少 先美英在议会质询时 询问现场官员 有谁知道市民运动日 结果除了体育局的官员外 居然没有人知道 知道桃园市民运动日的请举手 一位 零 那个是体育局的联络人 我在议会公开询问 市政府团队 包括当天列席的副市长 各局处首长 我问大家 知不知道桃园有市民运动日 大家都不知道 在哪一天 更甭说知道哪一天了 只有体育局知道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 对于长者的照顾需求 与日俱增 十一元段数文 以自身长期关注高龄福利的经验 提出改建巴德 荣民之家的想法 这一两年来 我一直关注着荣家 我认为说 唯一只有从荣家 这么好的环境里面 能够来把它改建 改建以后 不只可以照顾荣家 荣建 也可以照顾一般的市民 详情请锁定今晚的 明代新在地情 未来美美还是会持续的 关注于我们的 幼儿托育的学习的环境 还有打造新的托育场所 还有我们长者的 各方面的福利的政策 还有地方上的一些 瓶颈道路的打通 让生活在桃园的 好朋友都能够 非常的幸福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度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 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餐饮 桃园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